多个高校表示宿舍之内 禁止学生自己挂这个窗帘 防止大家要把自己挡着严严实实的 这又何必呢 这不就是一个懒正的表现吗 前些日子有年轻人啊 在火车卧铺挂起了窗帘 不允许中铺和上铺的人 坐这个下铺引发了全民的讨论 结果大家发现 12306允许下铺乘客挂窗帘 可是呢 有很多高校禁止自己的学生 在宿舍之内挂窗帘 这是为什么呢 有的高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人家说咱们宿舍本身啊 就是这个人员密集的场所 一个宿舍四个人六个人 甚至多的八个人 空间非常的狭窄 有很多易燃易爆的物品 如果你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挂起了窗帘啊 八张床八个帘 那个帘统统是纺织品啊 是很易燃的 一旦不小心失火了 会引发很严重的火灾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 还有高校说 哎呀 咱们寝室之中 应当触好这个室友关系 你说你一回寝室 你拿帘子 把自己封得严严实实的 在自己那个小空间之内 活动跟室友都不交流 这不是严重影响 你的人际社交吗 以后你一个寝室之中 哪有什么兄弟姐妹了呀 所以高校说 为了让同学们加强交流 也不允许加这个帘子 咱们这么讲吧 人家相关高校 给出这两条解释 我觉得有它的合理性 但反过来讲 我们也真得理解到啊 当代的年轻人 对自己的空间是有追求的 虽然我们大学期间要过集体生活 但是你好歹得留下 个人的隐秘空间吧 尤其是近20年以来 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提升 人均住房面积的不断增加 很多学生初中时代 高中时代都是拥有自己独立房间的 结果一进入到大学 要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在一起生活 这是会很不方便的 因此新一代的大学生 有很多是加这个窗帘的 这就是为了在集体生活之下呢 给自己找到一个清静的 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加了这个窗帘 有时候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它不一定是个坏事 为什么 传统的宿舍中 说实话 每个人真的一点隐私都没有 你的任何行为 都会曝光在广大室友的眼光之下 对很多人来讲是接受不了的 我们以往其实就提过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减少 而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们有没有可能多盖一些宿舍楼呢 这也可以促进GDP啊 国外的大学很多都是单人寝室 或者两人寝室 咱们现在动辄搞四个人 六个人的八个人的 真的已经不符合时代了 而另一方面呢 近年以来 说实话 也有很多发生在大学之内的刑事案件 比如说前两天 某大学就有研究生给室友投毒 造成他人死亡 这是什么仇 什么怨呀 确实 人与人在互相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如果每个人都能有一块自己独立的小空间 我们是不是就可能减少和有矛盾的人接触 而避免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呢 说实话 投毒杀人这种事不常见 但一个寝室之内互相吵架 甚至打架的事情 这可是很常见的呀 所以我们倒是建议很多大学 不要搞一刀切 与其你不让大家安窗帘 不如更好好的考虑一下 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吧 人家挂园子也是有挂园子的道理呀 对人家挂园子也挂园子都不尽